2020的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呢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月 是从美好的旅行开始的 我和朋友一起去了上海 见了非常多 工作上一直跟我关系非常好 但是一直没有见面的朋友们 而且我还去了新加坡 参加了兰扣免税专柜的活动 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 是充满了期待和憧憬的一个月 二月 二月我在疫情的阴霾下回到了法国 自己在家里头自我隔离 找了一些生活上的乐子 比如打打游戏 看看剧 也给大家分享了U系列 我觉得近两年最优秀的一次设计 还有就是小心翼翼的去参加了一些时装周的活动 三月 原本我正在慢慢进入工作状态中 疫情在欧洲爆发 工作节奏完全被打乱 不得不再一次进入隔离宅家的状态中 四月 陷入了全面的停滞 现在想来没有任何回忆的一个月 五月 随着即将解封的消息 我整个人的心情也变明亮了 开始准备夏季的穿搭 甚至整理了旧的衣服 也像是在整理前段时间迷茫的心情 突然在五月的时候有了一种辞旧迎亲 重新开始的感觉 六月 迷人的夏天开始了 我终于可以重新出门了 有正常的工作节奏和能出门真的让人非常的感恩 隔离期间我体会到穿搭的灵感来源 真的是正常的步行和生活 有渴望出去 渴望跟朋友会面的心 才会有穿搭的欲望 七月 七月整个巴黎都充满了阳光的味道 解封后我第一次跟朋友出去玩和拍照 大家都兴奋的像春游的小学生一样 阳光下的一切真的让人觉得特别幸福 八月 现在想来是一年中最开心的一个月 我们搬家了 第一次解封的契机 我和朋友准备住到一起 这样会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而且大家住在一起 就算宅家也会有一定的社交 搬家之后我们又马上去了意大利的海岛 阳光海浪和潮湿的空气 都让人非常的想要把时光留在那一刻 九月 生活的中心放到了调整自己 比如调整体态啊 护肤 但内心其实因为工作的节奏一直被打乱 而感到非常的焦虑和不安 十月 十月是被工作完全填满的一个月 在视频里头看到的我还是笑嘻嘻的 但其实因为没有灵感的焦虑和工作节奏一直被打乱 不安的感觉一直在累加 11月 11月应该是我一年里头气压最低的一个月 终于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球动的穿搭 但是我竟然发现我居然没有足够多的内容和穿搭来撑起整个视频的内容 隔离日常和被工作中断的自我思考的时间 让我反反复复陷入到低迷的情绪当中 12月 伴随着12月的到来 圣诞和元旦的节日也来了 可以出门的同时 我这个月里和朋友在家里寻找一些仪式感 和对于生活的兴趣所在 特别是在魔幻的2020的最后一支视频 我终于重新找到了对创作的热情 开启了新的感兴趣的视频风格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新一年2021吧 那今年呢我们就从一个开运的妆容开始 聊聊有些什么新的规划呀之类的 妆前的护肤呢我就先是用的这个 小黑苹果风玫瑰限定吧 然后这个新年的包装我真的非常喜欢 它这个插画的风格刚好跟我今年很喜欢 那些国风的照片什么的很契合 当然小黑苹本身的这个功效 也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维稳皮肤 特别是像我旌旗前暴斗啊 或者说平时如果休息不好 会有一些闭口或者说咯咯咯咯之类的 它可以让皮肤更加稳定 减少这一类的炎症啊 或者说皮肤不稳定的这个状况 今年有做一些医美就是抗老的项目嘛 也是可以做完医美之后 使用它 然后除了它本身的这个日常使用的维稳的小黑瓶之外呢 还有一个我日常天天会用到的 真的是已经控瓶非常多贯 也是我去年的爱用品之一 因为它这个小黑瓶的眼精华 有一个增长睫毛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精华系列都真的很实用 因为它比较湿润 所以说不会有拉扯眼皮的问题 就是快吸收的时候点按就好 连用一个月是真的能感觉到睫毛自然变长 那如果皮肤状态好的话 其实我化妆的速度就会特别特别快 真的皮肤状态好对于化妆来说真的是事半功倍的感觉 大家对于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期待呀 2020年嘛 我前面的总结也是 因为工作节奏一直被打乱 就是十二工作十二封城 所以搞得整个人很不在状态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挺需要生活里的灵感的 这种一直不能正常生活的状况的话 外加焦虑就其实会加重这个没有灵感的状况 像我的话新的一年视频风格什么的我也有新的规划 所以今年我还蛮期待的 圣诞节到现在的话我觉得真的变好了很多 心态呀包括创作的热情什么的就感觉又回来了 所以大家就看到我那个圣诞节和前面party的穿搭的时候 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是属于工作里面必须有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说这个工作得让我有创作的欲望 我才会觉得它有意思并且一直有动力的这种类型 底妆的最后一步其实是这个口红做的腮红 这个也是蓝空出的一个新的颜色 是小眼眉色 它是有一点点偏梅字色的一个红色 一些梅字色的颜色是非常适合当腮红的 那我新年如果过节的话就想要稍微亲和力一点 所以腮红往里面画一点 不是纸的话这里就是要往中间打一下 如果用口红做腮红的话就一定要定一下妆 这样的话持妆的时间才比较久 新年妆容的特点就是眉毛和眼睛这一块 最近大家可能看我的视频或者照片也发现了 就是我的眉眼会更利一些 像中国风的那种眉 挑一点的要点就是这里 眉中部先要往上画 眉尾才能自然的往上走 线条还是要流畅一些 不能很这样 这样就会变得比较欧美 然后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眼线 之前是不会画眼线的嘛 就是指出睫毛 那如果想要比较中式的感觉的话 可以画一点点眼线 就可以让这个眼线延伸出去 看起来会细长一点的眼睛 这样先画一条 然后把下面点起来就好 那这样拉长眼尾之后呢 整个眼睛就有一个飞上去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不喜欢眼妆过多 所以眼影还是跟以前一样 是用contour再画 最后涂完睫毛 上个口红就完装了 那最后一步呢 还是用蓝蔻小眼眉色的这个口红 那这个颜色我刚刚涂腮红的时候 我也说了它不是那种大红色 所以说对于春节来说 就是比较好hold住 因为大红色可能会需要比较有气场嘛 那这个的话薄涂的时候真的比较清新 然后厚涂的话会稍微比较魅这种 那刚好我今天选的这个毛衣 也是跟它搭配在一块的 是这种偏梅子色的一个红色 画的时候会先把整个嘴唇填满 然后把唇周用手指稍微晕染看 晕到唇外面一点点 这样的话我的嘴巴会看起来更饱满一些 就是不至于那么的包 那这个就是我新年开运的一个妆容的样子 今年的新年游泳王其实是想出去旅游 就是憋的实在太久了 真的很想出门去玩一玩呀 然后有一些新的生活体验 这样也会让自己的视频或者说内容更加有灵感 而且我很想去热的地方旅游 因为巴黎的冬天都非常的阴冷潮湿 那如果是在国内小伙伴有机会去 像三亚这种很热的海边去旅游的话 可以看一下兰蔻的免税专柜 那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像上周和之前一样 跟大家在家里搞一点不一样的新鲜玩意儿 春节的话我觉得回家如果跟父母亲戚吃饭的话 也是温柔一点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红色的毛衣 整个跟这个口红搭配搭配了一个牛仔裤 包括这种牛仔风格的包包 以及玛丽真鞋就是非常法式 穿搭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现实 就是选一个适合自己身型的牛仔裤和红色的毛衣就行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跟家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么一个穿搭 伴随着这个新年的红红火火的妆容 希望大家也可以扫除20年的阴霾 在新的一年重新出发 那在这里就提前跟大家拜个早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